師傅, 除了一套, 還有別的生肖嗎? 剛才說了熟馬和熟兔 還有熟雞 熟雞是在年份才行 因為從小到老都有熟雞 是十六歲, 你今年是虛靈十六歲熟雞 這樣就因著了 因為那個位置, 你剛剛限制到中天這個位置 那麼榴槤上是會衝到它的 這樣要擔心一點 那個位置生得不好的, 讓它直衝 又令到你的學業, 剛剛讀書的時候 學業會失敗的 這樣, 如果那裡是飽滿的 就沒有問題的了 就算榴槤沖泛, 都動動它 都不會有問題的